要做還蠻容易的 尤其藉由Google翻譯 我覺得真的還蠻容易的 因為Google翻譯的話 你就把它貼上去 然後自動給它中文 它自動會幫你切成 比如說簡體字的話 這邊簡體字就出來 但是有一點就是說 它有一些不應該翻譯的地方 它也幫你翻譯的 Hello World它也幫我翻譯 寧好的世界 最喜歡的球隊運動 那這個其實都有翻譯出來 所以你可以怎樣呢 就用複製貼上 貼你要像部分就可以 那甚至就是說你可以改成什麼 比如說這邊還有 可以改成各國語系 英文的也OK 然後翻譯成什麼語系 這邊還有 比如說你要韓文 這邊也可以韓文出來 韓文也可以出來 雖然我看不懂 但是至少翻譯出來 在完全不知道 完全沒有韓文 就是 可能你至少也有翻譯出來 反正韓國人 你到時候再找個韓國的方法看一下 我翻譯的到底對不對 這也是一種方式 或者你可以拿日文 這邊有日文 日文在哪裡 在這裡 日文 日文就出來了 像棒球 這個應該 野球 為什麼加一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個是標籤 所以它可能是翻 多一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有些就看不懂 反正就是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去翻譯成各國語系 有這麼多語系 所以你到時候你寫出來的 App的話就是 比較是全世界的語言版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的下載的次數會跟你的 這個多國語系是成正比的 你這個國家越多的話 相對你下載次數也就越多了 OK 那 當然 現在慢慢就是大家 大概在比什麼 比下載次數 還有五顆星的次數 就是說你幾顆星 那相對你下載次數跟你幾顆星 如果都是 四顆星以上的 而且你下載次數又多的話 那你這個App的話 相對你的廣告的獲利也就越高 所以甚至你可以藉由廣告來 就是 小賺一筆錢 這也是一個方式 那目前的話當然 這個這個 還是要投資一點時間 在這上面 OK 那多國語系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試試看 可以用那個 Google的翻譯 我想這部分應該大家都 都知道 那個翻譯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我們多國語系部分 OK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說 我程式要怎麼樣轉型 好首先的話 我想 在那個App 反正你要轉型 跟前面流程都一樣 反正就是一二三嘛 三個動作嘛 第一個一定是宣告 那這個 上面不用到的 就不用 不需要宣告